花蓮凯歌园少年中途之家在这次地震当中房屋毁损非常严重 13位收容少年和八名的工作人员是无家可归 暂时寄住在花蓮借菜总会 面对诊件到恢复最快也需要半年以上时间 而且粗估要1000万元以上的诊件经费 机构无法复合中途之家希望能够各界伸出援手 推开大门 不论是工作人员的办公室还是收容少年生活求其的空间 全被地震摧毁满目疮痍 而收容的是三位少年以及八名工作人员无家可归 现在暂时寄住在花蓮借菜总会 面对灾后重建花蓮凯歌园少年中途之家 陷入愁云产物 所以基本上这个所有的目前整个生活的空间都需要重新拆除掉 然后再重新再把天花板这些水电管路的问题全部再设备重新重建 目前的规划是这样 堪称是秀林地区重灾区之一的花蓮凯歌园少年中途之家 枪震后收容少年与工作人员目前都平安暂住在花蓮借菜总会中 面对后续恢复整建至少要花上半年到一年左右 出估一千万元以上的整建经费 机构也无力负担 中途之家主任张天爵 期盼各界伸出援手 对 因为还有孩子的床 书柜 衣柜这些 有些都已经被砸毁了 对 目前是这样子 此外 这家是由已故牧师包德胜1984年自美国来台后创立 迄今帮助过两千多名少年走回正轨 0403强震摧毁了收容少年们的倚靠的家园 面对重建之路遥遥无奇 主任张天杰也期盼各界能协助让收容少年们有一个安生立命的家园 大花蓮地方新闻综合报道